底薪加盟雷霆,只为夺冠腾讯体育训,Basketball Insiders记者Steve Kyler报道,一份底薪合约加盟雷霆的年轻内线诺伦斯·诺埃尔,本收到了很多更丰厚的报价,但成熟的舰队体制让他最终拒绝那些合约,选择和雷霆签约,诺埃尔我们被告知,诺伦斯·诺埃尔原本收到了几份更丰厚的报价, 但是他的团队希望他进入一支成型的球队,当雷霆出现时,钱的问题就没那么重要了,Steve Kyler谈到了诺埃尔做出选择的原因,值得一提的是,此前有消息源爆料,在独行侠首个赛季打出优异表现之后,马克库班曾为诺埃尔开出了一份四年七千万美元的合约,但一心是水自由市场的诺埃尔并没有接受这份报价, 在寻求下加补果的情况下财,在去年夏天以年410万的合约和独行侠续约,由于左膝半月板撕裂伤势的影响,原本被视为壮业热门的诺埃尔,在2013年的选秀大会上,最终以第六顺位被蹄虎选中,随后就被交易至76人, 在过去四个赛季,他分别效力于76人和独行侠两队,不过首个赛季就拿出9.3分7.2篮板,1.4分盖的诺埃尔,并未在独行侠获得成功,上个赛季他仅出战了30场比赛,首发6次,在长均15.7分钟的时间里,只能贡献4.4分5.6篮板,投篮命中率为52.4%, 好在加盟雷霆后,诺埃尔得到了一个重塑自我价值的机会,24岁的他仍旧在防守端和篮板方面具有极高的潜能,下赛季他很有可能将作为史蒂文亚当斯的替补,在板邓锡为雷霆队再去活力。